當蔡總統在前天告訴大家說 我們很快 7月底的時候 這個疫苗覆蓋率 就會來到20%跟25% 很多的專家認為說 25%可能勉勉強強 25%是不是在講漫畫 講卡通 太難了吧 但是沒想到原來一點都不難 因為指揮中心改變了 它的計算方式 蔡總統在今天還告訴大家 拜託大家一定要踴躍登記 總統可能不知道大家有當機 一邊當機你還一邊吹人家去 你至少要把當機的問題解決掉 這個所謂的25%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那麼多專家說 那我叫怎麼可能25% 原來指揮中心馬上體從上義 告訴大家如果只打第一劑的 我們覆蓋率是15% 打了兩劑的不到1% 只有0.33% 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 大家都沒有聽過的 祭次人口比 祭次人口比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想說什麼叫祭次人口比 後來他原來是把第一劑 第二劑的人加起來 最後就覆蓋率會百分 從15.9變成是16.27 其實我是建議指揮中心 如果你要快一點 達到蔡總統的目標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意願人口比 有意願的 填意願的 昨天不是填了500萬人嗎 這樣一口氣就到25%了 今天就達標了 所以趕快改一下你們的計算方式 阿輝先生怎麼看這事情 要說因為我這個數學不好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指揮中心 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不過觀眾朋友這些數字 都是在他校正回歸的範圍之內 他高興就給你調一點 他不高興就調一點 我們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我必須強調 蔡總統提出那個20到25% 是1.11都沒有的 所以這個我實在是很煩惱 因為蔡總統還有兩年多的任期 他要再當兩年多的總統 我實在是很難想像 剛剛前面這個高教員 提到這個專家 因為我要跟觀眾朋友講說 在這一次的疫情 我們台灣是沒有經得起考驗的 但是這個疫情也是個招搖鏡 讓我們看清楚很多專家的嘴臉 我想請問觀眾朋友 你還相信那些專家嗎 你看看疫情指揮中心 那些專家有多少是胡說八道的 講老半天前言不對後語 然後被叮了就改口 你們這些專家 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這個對我們防疫 是非常不利的 有些專家秉持 他對專業的確信 他發表他的意見 然後就被網軍出征 有些專家他就偏向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講什麼 他就負責護航 負責在那邊擦絲抹粉 這個是專家嗎 所以觀眾朋友 你去想想看 之前高端跟聯亞的時候 我們看了多少的專家 裡面還有專家說 我是某某疫苗的召集人 但是我先跑去打別的疫苗 不是很好笑嗎 你自己都去主持這個疫苗 你去打別的疫苗 你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都講不過去 所以如果這個數字會校正回歸 觀眾朋友你就不要再去 知道到底是20% 20% 民眾關心的不是那些%數 當年馬英九在當總統的時候 蔡英文主席說 馬英九你是數字總統 蔡總統你有好到哪裡去嗎 這個要求我講一下這個 這一張是日本 他們打輝瑞疫苗的證明 我把個資給塗掉了 他這邊上面寫 community 打第一劑 第二劑還沒打 所以我之前在前個節目講 有點偏差讓我修正一下 這個community 它是這個 復必泰嗎 對 復必泰疫苗的英文名字 這個就是FIREL跟BioNTech 這個疫苗名叫community 然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復必泰 沒關係 我們觀眾朋友們看 就是蔡政府不能有復必泰 這個標籤要重做 這個重做又要花很多時間 我們因為已經有300多萬的朋友 打了疫苗 觀眾朋友你看我講的對不對 你去打疫苗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瓶子的 你去打疫苗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盒子的 因為你就是一個針筒 然後護理師就幫你打 所以外面它貼的復必泰 或者盒子上面這個貼紙貼復必泰 或者這個疫苗外面的紙盒 寫復必泰有沒有 這個其實不重要 因為它打開裡面是這樣子 就community 為什麼大家要在這邊去 去做這個意識形態的文章 然後多拖四個禮拜 多拖四個禮拜 有多少朋友會活不下去 就一直等你的解封 你看這蔡總統今天講的 在民進黨中 感謝各方努力 讓台灣取得更多的疫苗 我要請問蔡總統 你的各方努力有沒有包括大陸 有沒有包括上海的復興 你只會感謝美國跟日本 人家有沒有幫忙 因為要說我的結論是這樣 你不承認或不喜歡大樁或華區 你也可以打BNT 你也可以打復必泰 不管你 我是獨派的 我是817的 我認為台灣 中國一邊一國的 你也可以打BNT 沒有錯 這個沒有關係 我並沒有說你不能打 但是你不要得得便宜還賣乖 以為我們擊敗了大陸 不要這樣子自己這種精神勝利法 我們擊敗大陸 蔡政府一出手 你就擊飛狗跳 然後我們就 你可以不承認你也可以打 但是不要得得便宜還賣乖 這個上海復興跟香港復興 還有鴻海跟台積電 不管你透過誰簽約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你只要透過上海復興 你等於是承認的大中華區 你注意看綠媒這幾天都不談大中華區 因為太敏感 講了大家上感情 但是我們是透過上海復興 香港復興是他的子公司 我們透過他簽約 雖然我們的CDC沒有直接的出面 而是鴻海跟台積電跟他們簽 然後鴻海 台積電 再跟我們CDC簽 這樣子我們還是等於是承認大中華區 大家要認清事實 不要把頭埋在沙子裡 為了意識形態 台灣犧牲了這麼多人 不管是死亡的人 或者我們最近來封鎖 其間大家付出的這些代價 剛剛輝文哥講到說 他已經不相信這一些 這個所謂專家的廢話 武漢肺炎 可是我們還是要平衡報導一下 阿中告訴大家說 這個所謂的 全球獨步的計算方式 不是只有台灣有 包括在英國的牛津大學 美國CDC都是用這一個方式 可是很奇怪 因為我們在看國外的報導 都沒有人在講這個 等於說你至少是用主流的方式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清楚概念 打第一季多少人 打第二季多少人 所以我去爭執那些 一點意義都沒有 另外一個莊人想告訴大家說 我一直覺得 我覺得想像是滿老實的 他說這樣計算的話 估計7月底就可以達到 總統說的25% 我只能說他很老實 到讓人家覺得有點無言 蘇宜仁前機關局的局長 告訴大家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算 我覺得專家講的是一定對的 還有包括陳秀熙告訴大家 其實這樣算把重點放在季次 是有助於說 我們對這個季次的分配 我是聽不太懂 但我還是覺得說 比較好懂 是原本的那個說的方式 我們王樂賢 這個理事長告訴大家 你就是美化之嫌 所以大部分的專家都覺得說 就是只有你故意這樣算 然後美化你的帳面 今天早上民進黨有個記者會裡面 大家聽了眼上眼 其實昨天羅志珍已經講那個話 讓我覺得側目 他告訴大家他掐指一算 包括磁劑都算進來了 台灣可以掌握的 已經有五千萬劑了 對… 就每個人打兩劑都還有剩 剩很多 然後希望台灣民眾 展現一次給全世界看 我們上次說給全世界看 就是兩個禮拜就解封有沒有 快兩個月了 快滿兩個月了 快兩個月了 所以我現在聽到說 展現給全世界看 我就有點頭皮發麻 說拼一個全世界最高的接種率 剛剛阿輝斯有講到一點點 我們來聽一下他本人怎麼說 可是我相信以台灣民眾 這樣一個非常有文明 有秩序的這樣的一個接種 這個目標應該能夠創下一個世界紀錄 也就是我們來拼一個 全世界最高的一個接種率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相信不但可以讓自己得到照顧 也能夠讓其他所有的民眾 同樣在一個群體保護之下 讓台灣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覺得有希望當然是好事 但是你這種希望跟口號 應該要竹夢踏實 那他就告訴大家說 他譴責了國民黨 那為什麼新北跟台中 這些藍營的縣市 會打第一劑的接種率 吊車尾這麼差 其實我覺得現在這些政治 真的很無聊 有的人跟你算說第一劑接種率 有的人跟你算第二接種率 有的人跟你算說庫存率 有的人跟你算說庫存率 跟你的人口算各種都有 還有年齡層 就像我們電視台收視率有沒有 如果我四家沒有贏 我就說3054我贏了 就是用各種方式 就無聊就無聊 拿這種東西去鬥爭 說藍營的縣市你做不好 為什麼藍營縣市做不好 你國民黨一天到晚在唱衰 說AZ不好 非得要買這個什麼 這個中國大陸代理的東西 這樣子有道理嗎 嘉義 其實我覺得這個數字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最在乎的是死亡率 還有這個就是確診率 當然全世界你說疫苗覆蓋率最高的 像我們之前一直提 像以色列 像英國 像美國 可是其實像新的病毒 不斷的變種 Delta等等 這些已經打疫苗 覆蓋率非常高的國家 還是不敵這些新的病毒 當然就是說重症率會降低 但是染疫的情況 其實還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其實病毒一直不斷的在變化 打疫苗是一個最基本的 我們政府要給大家的觀念就是說 打這個疫苗 就是對大家來講 是一個基本的保護力 未來這個病毒不斷的流行 不斷的變種 它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樣 大家要習慣跟病毒共存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但是打哪一種疫苗比較好 或是有沒有選擇的權利 要不要打 這些當然是人民的權利 高緯 你答非所問 你怎麼變成指揮中心 所以我的意思 我是問你說能不能這樣做鬥爭 我的意思就是說不要把這些數字 拿來做一個攻擊的對象 不管說你說打了疫苗的覆蓋率 或者是說各縣市 好像藍營縣市 現在施打率確實是比較低的狀況 或者是說指揮中心 是不是在美化數字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必要的 因為對大家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人民有沒有得到基本的保護 有沒有去接種疫苗 那指揮中心 不斷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希望大家能夠去打疫苗 那怎麼樣能夠推出大家 因為剛剛講像疫苗 現在可能是台灣最多的疫苗量 那問題是大家想要打的 卻是莫德納 那我想打莫德納 可是我只有AZ這樣的選擇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覆蓋這個 衝高這個覆蓋率 或是怎麼讓大家願意去打疫苗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所以政府其實另外一個 責無旁貸的工作就是 怎麼樣能夠讓人民 願意去接受疫苗 那不管是哪一種疫苗 能夠有就打 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我是覺得說現在藍營的 新北市的狀況確實在這個疫苗施打率 看起來是不如預期 那可能有很多的問題 我補充一下 其實你用不同的算法裡面 前幾名的也有藍營的 就看你用哪一種計算方式 其實我覺得說像新北市 大家都認為說做得不錯 可是也有人同意說 怎麼庫存量是最高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狀況來講 我覺得說也可能新北市市民 不一定在新北市施打 也不一定 我是不知道說這樣子的數字 或者是這樣子的有沒有確實的意義 但是大家會檢視說各個縣市 他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首長你的行政能力 你控制疫情的能力 還有你的疫調各方面 這些都是檢視的依據 而不是官方只用這個施打率 或是覆蓋率來看 這樣其實是不盡合理 最重要是市民的感受 如果我覺得說這個首長 他能夠克盡職責 能夠守護市民的話 那當然對首長來講就是加分 所以這次的疫情 你可以看到中央跟地方 其實各自求表現 大家也會去評分說 中央的表現如何 那地方首長如何 那所以說像侯友宜 在這一次的疫情裡面 目前看起來是滿得這些市民的支持 那柯文哲市長 確實也在這個疫情當中 從一開始的表現很好 到後來的北農環南市場等等 包括疫調的問題等等 受到很多的攻擊 這對他來講就是一個扣分 所以我覺得每個縣市首長 在這次疫情的應變能力跟表現 確實會有一些不同的狀況 阿輝斯頭歪了一下說 家瑜怎麼會稱讚侯友宜 原來他是要罵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出賣他 沒有 要罵柯文哲 他只是叫事實的狀況 對 因為柯文哲出賣他 所以高家瑜 因為台北市的疫調 確實是真的沒有在做 我額外講一下 今天最新消息是侯友宜 新北市今天是清零 他們雖然有兩個 但是那是之前就居隔出來 所以才出來的 對 驗出來的 要說你看這個 當然莊恩地方各有責任 但是觀眾朋友 我們去想說誰的責任最大 我講台北市跟新北市好了 要說你知道就一橋直隔 一邊可以看電影 一邊不能看電影 這什麼意思 我沒有說侯友宜比較好 或是柯文哲比較好 我不要去做這樣的比較 就是說有的電影院可以開 有的你騎個車 走路一下過一個橋 這個電影院就可以看到 這個電影院不能看 這是什麼世界 這個就是你民進黨的執政 今天是微解封的第二天 昨天第一天 今天第二天 觀眾朋友你有敢嗎 對啊 捷運的人變多了 上班的車流變多了 可是我們到底解封的沒有 所以民進黨政府 尤其蔡總統 你要去面對的責任是什麼 5月28本來是民眾期待說 我們人兩個禮拜 剛剛要做獎 我們示範一次兩個禮拜就解封 本來大家期待是5月28 今天7月14 你延長了幾次 你延長了4次 你延長了一個多月 蔡總統你應該做什麼 除了這些政治鬥爭 你為什麼打比較慢 除了這些政治鬥爭之外 蔡總統你少做了什麼 因為我給他看這個數字 這是1963 1963人 你可以也可以把它看作 是1963個家庭 這個是今年的6月 比去年的6月 一個月的時間比較 已經扣掉了本土確診死亡 已經扣掉了打疫苗 不良反應的死亡 我們今年比去年的6月 6月比6月 多走了1963個朋友 1963個家庭 為什麼一個月會多這麼多人的離開 我已經扣掉了疫苗的部分 我也扣掉了本土確診死亡的部分 還有1963 所以我要請問觀眾朋友 這1963裡面 是不是有沒有 因為蔡政府的紓困沒有到位 因為蔡政府的防疫失敗 所以他活不下去了 他要求救 可是求救無門 也不好意思舉手 也不好意思call in打電話 我就 當然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有這種念頭 你一定要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可是要說這1963一個月而已 而且只有六都而已 不是全國 只有六都一個月的時間 多得1963 我想請問蔡總統 你要怎麼去面對這個數字 蔡總統你要怎麼面對我們人民 因為你是完全執政 我現在不是跟你講看電影 而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然後你們不願意普發 你們資源都在你手上 你不願意灑下去 你說地方政府哪有錢 地方政府沒辦法 只有蔡總統你一個人 你是總統兼黨主席 你是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你拆了這個資源去灑 你不灑 那我們怎麼辦 你像那個量化寬鬆的時候 他們二國心都說 我們就搭直升機 然後把現金丟下去 這個叫做量化寬鬆 現在就是應該搭直升機 發現金的時候你又不發 而且拖了這麼久的時間 要說我真的擔心這個數字 還會再增加 我們講7月的話 這個就不是天災了 這是標準的人禍 而是蔡總統要負責的 現在有個更糟糕的情況 是民進黨裡面陣營的人 不感謝郭董你就算了 還拐個外罵郭董 我們休息畢哥馬上回來